霸道总裁你轻点打字 接上集 P眼急手快跪在了诺诺那里 说诺诺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诺诺原谅了P 之后他们很幸福 直到有一天诺诺怀孕了 P变得越来越疼爱诺诺 有一次P实在没空 只好让诺诺一个人去医院体检 诺诺本来很高兴 因为诺诺想到她怀孕了 可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检查报告出来了诺诺得了XXX病 需要找到合适的骨髓